我们在艺术行业有一句老话 叫做七婚画三分表 说明了一张画 除了他本身要画得好 画得美丽之外 他的装表也非常的重要 在我们的行业里面 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 如果确认了一件重要作品的委托 我们往往会考虑 是否要给他重新装表 提升他在预展的时候 给予我们的观众的表现力 那么这一集呢 我特别把大家带到 我最喜欢的香港框店波济 让大家看到 我们在打造一场精彩的预展背后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装框装表 那今天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位我非常重要的艺术业界的朋友 也可以说是香港最著名的框二代波济的何家华 何老师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装框装表背后的有趣的故事 以前我的老爸现在中环开店有六十多年了 从我接他的手到现在我都有三十多年了 就是从那个以前很早期的开始普通的装表 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多那个叫贵重的艺术品 比如说这几年客人比较主动那个艺术品的装表 比如说一幅货他买回来 他就想很好的保存下来 然后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或者是展览也需要用那个框的 就是把它包装得很好 那个框好像是一件衣服一样 配上去那个画就是不同的效果 配这个框的时候呢就是 我觉得它可以把它这个颜色丰富一点 做出来的效果比较突出这个画 还有它比较出现有一点卡通的味道 所以我把它就是这个颜色呢 我把它做成前眼一点的 比较强一点的黄色 还有里面呢就是用白色的卡纸 把它套上去比较看那个空间会大一点 还有里面呢就是剪出一点 浅黄色的复印一下这个画面 眼前呢就是我们在配框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那么在我们配框的时候呢 有一个理念 画就好像一个人一样 人在不同的场合要穿不同的衣服 我们在居家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能穿的比较轻松 比较随意 舒服就可以 那我们如果在出席一些晚会宴会场合 甚至是如果是明星要登台上演唱会的时候 他当然他的衣服就会华丽一些 夸张一些 那么在拍卖场上面呢 由于这个就是一个各种顶尖艺术品的盛会 所以在给重要的作品配框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注重突出作品本身的特性 那么我们在整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还会讲故事 比方说我跟何先生第一次合作的项目呢 就是2016年2017年左右 我们第一次合作一批的藤田四制的纸上作品 当中很多是素描 也有一些是水彩作品 这一批作品体量非常非常的大 可能有20多件 那么在整个构思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想把藤田四制的古典感突出来 所以我就跟何先生在工作室里边 挑了一些有古典味道的材料 然后把这数十张的藤田四制的纸上作品 做成了同样系列风格的画框 展示出来的效果呢 就好像大家步入了一个中世纪的教堂一样 效果非常的好 结果最后这批作品 差不多全部都卖掉 百分之百成交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尝试为一整批系列的作品 共同打造一个形象 让它在展示出来的效果呢 能够提升大家的感觉 而且同时间呢 我们也把藤田四制 它在艺术上面 它其实是更多的吸取了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元素 这一点强调出来 让大家能够直观的去感受到它的古典美学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项目 是我跟何先生在过去几年一直合作的是乔治玛修 对 乔治玛修呢可以说是我跟何先生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因为在过去几年乔治玛修这一位法国抽象大师 他在亚洲的市场越来越好 也越来越多重要作品来 那么我们为了让乔治玛修他的色彩 还有他的力量感 能够更好的提升出来呢 我们跟何先生呢就一起合作 打造了很多特殊的画框 在研究做框的时候 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就是我经常会来框店跟何先生交流最新的材料跟款式 到底有什么新的可能性能够让我们去发挥 此外呢就是当我们在看到一件好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构思这一张作品 它的个性 它的形象 我们想怎么样去强调跟发挥 想看即时财经资讯 投资理财提示 记得要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你想看生活和健康资讯 就记得要订阅25度生活和健康好人生 一天三十周年 专注用心并肩超越